就是國立的8月10號到8月16號 那其中有一個重要節制 在8月13號 就中國的情人節 七夕 我也太忘記有情人前面試了 對啊 這麼快 那麼那一天你們注意一下 通常天上會下雨 很奇怪 每年去觀察 七夕雨 他們在哭 對…就是因為流浪之女 一年一度見面會哭 所以我們那一天會下雨的 各位觀察看看 好浪漫喔 冬快 好 我們看 我們要加入臉書的 情人 情人 去死本師團 對 去死團 你真的 你幹嘛這樣 那一天 你在介紹看人家情人 還抱一把花什麼的 去死 對 而且沿路都會賣一堆情侶用 比方說要不要買一下 給你的另外飯 我想說你眼睛是瞎了 看不出來嗎 好 所以剩下我們分為四組 來做個說明 首先第一組 豬兔羊 因為這個禮拜是情人節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以感情方面 來看你的運勢 那麼豬兔羊是 曖昧 遊戲 搖擺未定 就是你跟喜歡的對象 目前還不知道 有點曖昧關係 目前感情還沒有定下來 那麼還沒有定下來 所以只有三個讚的評語 好 其實這是狐馬狗的 狐馬狗是愛情運生職場桃花 就是你如果還沒有定下來的話 你在職場 可能是你的同事 或者跟職場有關的廠商來往的 你的桃花就會出現了 所以有四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蛇雞牛 蛇雞牛是多方觀察交往對象 就是母前的交往 你要觀察他 他的用錢的態度 他的生活態度 他對父母親的孝順等等之類 多觀察再來決定 所以只有一個讚的評語 好 最後猴鼠龍 猴鼠龍是我們兩位貴賓 這大壞 好 是洗繩上門 如魚得水 所以說如果沒有認識的 就在下個禮拜有機會認識 如果是告白會成功 如果是長期已經認識的 下個禮拜說不定可以決定終身 非常好 所以有五個讚的評語 好 最後我們還有加碼 三個最好的生肖 第一個 錢財最旺的是 屬猴的朋友 第二個 事業最強的 事業最強的屬老虎的朋友 還有一個桃花最紅的 桃花最紅的是屬老鼠的朋友 恭喜 恭喜你 好 來 維恩老師跟大家 預告一下 下週各星座的整體運勢 好 來看這個禮拜 在七夕情人節 你是不是一個人度過 還是跟另外一半甜蜜的度過 首先來看一顆星的 太陽雙在水瓶天蠍跟牡羊 煩惱很多 所以這個禮拜會有點自尋煩惱 然後也會有很多的負擔 所以建議你還是放寬心情 把自己的心態調整好 是最重要的 那三顆星呢 太陽上升呢 如果你是在處女 射手 跟雙女呢 機會非常的多要留意 那這個機會 大部分都是隱藏的 可能是一個 看起來不起眼的機會 或是不起眼的桃花 或是不起眼的投資 那你只要很仔細的去 深入研究它 其實可以幫你帶來 很好的利潤喔 那四顆星呢 太陽上升有摩羯 雙子 跟金牛的 現場有人上榜 是桃花躲躲開 而且是在身邊 也就是職場的對象啦 工作上會遇到的啦 鄰居啊 同學會啊 常常或是 就是你的女大人那一種的 是你的好朋友 很可能會晉升為情人的階段 或者是在你的工作場合 遇到對象 都要多加留意 好 那五顆星呢 太陽上升有天秤 獅子跟巨蟹座 是財富滿滿 而且是賺到收袋喔 不是說簽了約 然後錢還沒進來 未知數那種 而是說會紮實的每一筆錢 都到你的口袋 所以這個禮拜 是財富運最旺的 那我們來看三個加碼的 在這一週呢 事業呢 成績的突飛猛進的是 射手座的朋友 哇 那這個禮拜呢 錢財呢 賺到就是非常的開心 做夢都會笑的喔 是巨蟹座的朋友 這禮拜桃花很多 一樣週末也會笑啦 是金牛座的朋友 哇